作曲 初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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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绽放在阳光里 因为有温暖和甜蜜 默默地陪伴着 让他生生不息 生命充满着感激 思乱这颗渴望的心里 无言的我 真诚的你陪我走 过了风雨 如果我哭了 感谢你给我的泪 如果我幸福慢慢长 如果能感受爱和你 我可可跟你说啊 你现在要把心稳住 你不能老撒火 你要是这样 老冲着他们发火 再这么下去 那可就不好收拾了 不好收拾拉倒 散了到干娘 齐亮 你要是再这么犯魂 我可就看不起你了 你们为什么要让我知道 为什么要让我知道 如果没有那个人的出现 我觉得我过得很幸福 你们再怎么吵 我都觉得是我自己的家 可现在呢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爸爸 就好像是我做错了人吗 我讨厌这样 我讨厌这样 笑语 你没有错 你没有错 是妈妈对不起你 笑语 是妈妈对不起你 是妈妈对不起你 就因为这事 爸爸现在都对我不好了 妈 我不明白亲生与不亲生有什么区别 从小我们三个就是一家人 我不要别的人 小语 妈妈知道了 妈妈知道了 你以后不用再和那个人接近 知道了吗 妈妈也不会再跟那个人联系 小语 妈妈向你保证 小语 妈妈向你保证 小语 爸 爸 你 你说我能怎么办 那个吴国庆 现在都成三哥领导了 又有钱 又是什么专家顾问 我一个小司机 我 我怎么跟人家比呀 什么领导 我 我说不清 你问我三哥 我不管他是什么领导 我让建华去给他说 小语的事你知道吧 不要责怪建秋 都是我的错 其实这件事情迟早都会发生 要是没有你啊 这事也不可能这么快发生 您没想过 其实这一切都是你的错 我 当初要不是你反对我和建秋 极力地拆散我们 事情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复杂 吴国庆啊 你应该知道 你当年对建秋是不是认真的 是不是真的 你看看现在所发生的事情 你觉得呢 先吃点东西吧 坐 我见到小语 我才知道 我错过了多少 本该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建娃 我知道你始终不相信我 可是你看看 建秋现在生活的幸福吗 如果他跟我在一起 肯定比现在好得多 我妹妹他挺幸福 这就是他的生活 如果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很幸福 会闹到现在这个地步吗 也许他没告诉你的 可我知道 他在犹豫 建娃 我们 需要你的帮助 你问 这个局面 当年是你一手造成的 你不觉得 现在该是你挽回的事 那时候吗 好 就算我以前错了 如果我不阻止 也许你们可能见证到今天 可是你想过没有啊 如果现在反过来支持你们 把建就现代的家庭拆散了 那就是再犯另一个错误 是 我知道你想要孩子 可是江启亮对孩子非常好 甚至可以这么说 他不比任何亲生父亲做得差 小语也爱他 你是小语的亲生父亲 你愿意看到他伤心吗 即使伤心也是暂时的 我会给他更多 现在所没有的快乐 建娃 我知道这件事情 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才需要你的帮助 我说 你还是不明白 你知道吗 亲情是从小培养出来的 小语都已经十四岁了 你就是对他再好 他能忘掉江启亮吗 也许到那个时候 受伤害的就是你了 我宁愿受到伤害 这是我欠他的 对不起 这忙我没法帮你 金娃 你再考虑一下 我希望我们在工作中 合作得好 在生活里也能合作得愉快 你 你 你不会 把这些都带到工作里去吧 怎么会呀 工作是工作 我从来不会拿工作开玩笑 你瞧瞧这个吧 这怎么回事啊 你是不是搞错了 用三号水泥代替四号水泥 以刺冲好 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吧 底层的水泥标号不一致 严重的防污会倾斜 甚至打塌 不可能 我们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 可不可能我不知道 你们这些承建商啊 就是知道赚这些 魅了良心的钱 你听我说啊 是五号 这肯定是五号 我一直严格要求下 要严格按照标准的事工 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呢 可不可能我不知道 我只看结果 这件事情 如果报告到上面去 你觉得会怎么样 重阶上的行业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我没怎么样 这只是我的工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爸 你放心 我以后再也不会去找他了 路上小心点 怎么样 报告出来了 真的是上号 这批货是小赵进的 你的良心要狗吃了你 从公司起家那天起 我就带着你 是短你吃的还短你喝的 你要这么害我 马 马总 少叫我 我怎么信你 这么重要的官让你把着 可你呢 怎么对我呢 我不求你拿我当兄弟 就算当我是老板 也不能这么背地捅到什么 我错了 我错了 你就饶我这次吧 马总 我饶你 谁饶我啊 小王 布局 马总 马总 这是人 这是 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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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云 是猪 让我进这个行动 这件事儿 谁都不要说出去 来 爸 来 尝尝块白肉 这是外婆特意做的 一定要试试 更好吃了 妈 妈 你也来一块啊 吃啊 妈 你吃吧 没事 你多吃点 更好吃了这个 爸 你也多吃 走 走 你这是 拉我去哪儿啊 我拉你找老三去 你看剑秋两口子这么绑着 那小语都跟着受罪 他们俩的事儿 不是老三给撮合了吗 还得找老三想办法 阿姨 爷爷奶奶来了 爷爷奶奶 口场 别忙活了 小梅 爸 妈 你们来了 怎么是不失心打的电话呢 你这儿要出门啊 你这儿要出门啊 今天我跟建华 约了几个重要的客户 我出去谈一谈 这儿 二老有事儿啊 那 那你赶快说 看你这个急的样子 可能有急事儿 要不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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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呢 我这人半身利落 说吧 赶快说呀 怎么了 你 小四儿的事儿 小四儿当时 跟启亮他们两个 是你跟建华 给他们把这事儿给办的 是不是 工程的事儿 真要放心吧 一天都耽误不了 好 那行 先这么着啊 实在是抱歉 再见 周伯爷 我问你 大二 你 你回来了吗 不是 爸 妈 你们说好今儿要过来呢 你瞧瞧 我都给忙忘了 你这是忙糊涂了吧 你什么时候说了 我们今天早晨才决定要过来的 不是说好在那边碰头的吗 怎么回来了 我都给退了 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 爸 爸 妈 你们带着 我上楼歇一会儿 你不舒服啊 你来一下 他 没事儿吧 没事儿爸 你看建华正好回来了 我这就把他揪下来 咱们坐下来好好聊 啊 到底怎么了 是你让小赵 用三号水泥代替四号水泥 是不是 是 是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没缺货 我只用三号水泥代替了那么一小部分 可这么一点正好是在第三层是在下面 我知道是在第三层 四号水泥和四号水泥差别不大 我只用了那么一小部分 没什么大问题 可我们公司项目的要求是必须要用四号水泥 你不清楚吗 你要这么大惊小怪的行不行 现在你父母就在楼下 等着我们商量事情 我回头再给你解释 你快站住 你必须现在给我解释清楚 姚建华 你不要总是耍小孩子脾气行不行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你父母就在楼下等着我们商量事情 估计又是见秋的事儿 你给我调整好情绪下楼 好 可影响的这办法 你说你就行吗 我来回事 建华你来得正好 为什么还 我跟你说啊是这么回事 还是老四和齐亮 因为那件事儿两个人现在谁都不理谁 小雨在当中撮合也不起作用 我是这么想的 这小两口能有什么事儿啊 就是缺少撮合的机会 这样吧 要不然把爸妈接到咱家来住几天 给他们小两口疼一个地方 他俩人一上床 什么事儿都没了 这没那么简单吧 那你说怎么办啊 不过 我也可以试试 跟别人说一样 外公 外婆 你别走啊 求你们了 留下好不好啊 他们现在都这样了 你们能让下我一个人不管吗 要不这样 你留下照顾小雨 我过去 外公 外公你也不能走 好 外公以后每天白天还回来看你吗 好 好 听话啊 外婆你也得留下 外婆你也不能走 你答应我了 你必须留下 好 外婆走吧主意 爸 爸 你们两个人住得好好的干吗又折腾啊 我跟你妈 在你这住了半个多月了 老让起量一个人睡在那个临时搭等的小床上 我们心里头呢也过一步去 但说我也想浩天了 你哥他们忙 孩子也没人照顾 那也用不着这个时候去啊 你的事 我跟你妈呢也帮不上忙 这事呢 还得靠你们自己解决 夫妻没有隔夜的仇 就算是像你们说的这样 你们也用不着走啊 你妈留下来照顾小语 我就去几天 齐亮 正好 送我一趟 好好好 走 爸您您去上哪儿去 走走走 咱出去再说 我和你妈的孔夕 你要明白 我到建皇那儿去 这儿就剩你一个男爷们儿了 要以大局为重 千万不敢置气 我知道了 爸 那建秋知道你走 他没说啥呀 没说啥 我和你妈呀 就是想跟你们留个空间 夫妻之间的事 那就得靠商量解决 我明白 齐亮 洗好了 洗好了 去吧 赶紧歇着去 来 忙什么呢 还不赶紧睡觉去 我再给小语准备早餐 米粉都准备好了 菜也切好了 明天早晨啊下锅就行了 这急什么的呀 明天我来就行 我都会弄 赶紧睡觉去 赶紧赶紧 妈 这大晚上呢 好像明天不能干的似的 赶紧 妈 你去睡吧 别管我了 快去吧 那我和小语先睡了 去吧 快点啊 Apple 今晚了 你还是在几乎 talks 那天不靠近了 你听到今天 你不是学生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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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启亮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没意思 我真是心疼我的父母 他们觉得这样我们俩的问题就会解决了 我真是对不起他们 这么大年纪还在为我操心 你是怎么想的 睡吧 睡吧 我知道 你有外心 我有外心 江启亮 我告诉你 我就没有做过对不起这个家的事 你算了吧 你的心早都不在这个家里了 你说 好端端的一个家让你搞得乌烟瘴气的 为了一个外人 你就可以一口答应他的要求 服服帖帖把小语送到人家父母面前 对待你丈夫 这个态度 你还承认你是我的丈夫 小语的事 我们俩结婚之前你就知道的 可现在弄成这个样子 你把责任本来就应该我们俩去担当 可你却把责任全推到我一个人的身上 好啊 我来担当 你总该理解了吧 我理解 我理解 你以为我心里就好受吗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一直惦记着那个人 别来 来 可人 来 你干嘛这是 我等着你回来跟我解释呢 爸呢 睡了 睡了 来 过来 过来 你别拽我 你快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今天就是为了水泥的事 去喝的这顿酒的 我找了硬关系 让他们睁着眼闭着眼 本身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嘛 我们就在三层 用了那么一点点 他们说了通过检测没有问题 你放心了吧 我能放心吗 今天吴国欣把报告给我看 他是美国专家 又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 你知道吗 他想干什么 他想怎么样 话里坏我的点我呗 让我帮着说服我妹妹跟她和好 用这个来要挟我你知道吗 你是流氓吗 你当初真的没有看错了 那你为什么要用三号啊 咱家的基金不够了你不知道吧 我只能用三号顶一下 那你也不能 那你想干什么 把工程停了 把房子卖了你就插实了 孩子都睡了 你们能不能 爸 没事的 您歇着吧啊 爸 没事没事 你歇着吧 没事吧 这真没事 别吵架 好好说 好好说 吵架 上感情 小雨这些年 我是全心全意地爱着她 护着她 我心中早想 我想总有一天 你马建秋会回心转意的 可是现在她一露面 你就上赶着去找她 为了她 你宁可回到咱们这个家 我们不能为了这点事把工程停了 绝对不能 那万一 喂 你听好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陪你 马建秋 你平常对我怎么样我都可以不在乎 但你现在是我老婆 我绝不允许你跟外人串通一起 让我江启亮丢人现眼 你 江启亮 你是不是 一直就把我看成是这样的女人 对吗 你干什么 干什么去 我要睡到客厅去 来 马建秋 刚才你还说父母 为了咱们操心不容易 来 我求求你 你能不能配合配合 你今天把我忍一忍在这儿住一行 行吗 我不想和你睡在一张床上 你懂吗 那你想和谁睡在一张床上 吴国庆 太无聊了你 马建秋 我提醒起 此时此刻我江启亮还是你的丈夫 是我的丈夫 是我的丈夫又能怎么样 咱们能不能好好地配合配合父母的苦心呢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你是不是想让我 禁一个妻子 应该尽得异无 我光是为了这个意思吗 那你什么意思 你想跟我上床 想和我睡觉 想要你的丈夫 应该要个东西 对不对 是是是 好啊 你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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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你来呀 我 你来呀 我要的不是谁来的 你来呀 你说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啊 你看看这脸 没什么好说的了 江启亮 我过去是小看你了 你不是没本身 你根本就不是个男人 怎么回事这是 是 剑秋 你的脸怎么了 你的脸怎么了 说话 说话呀你 我 我就推了推她 爸 妈 我要离婚 这种日子 我早就受够了 过去我为了小语 看在她对小语好的分上 我再怎么不满意 我都忍了 我都忍了 可现在 现在我再忍了 还有什么意思 是 是没什么意思 林秋离 那好 那咱们就办了吧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小语 反正她和你什么关系都没有 三儿 不许说这种话 好啊 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有 你这算说出了心里话 说得好 你说得太好了 十四年 十四年 我江启亮 我就算是一个人犯贱 我自作自受我活该 我行了吧 不想说了 我什么都不想说了 江秋啊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齐亮是小语的爸爸 她把小语拉扯到现在这么大 比你这个当妈的费心费得多 爸 妈 你到底帮她又帮到什么时候 到底谁是你的紧骨肉 妈 妈 妈 老妈 妈 你别走 妈 妈 小语 妈 你回了吗 来我 你干吗 你干吗要打她妈妈啊 恭喜你 你干吗要打她啊 你干吗要打她啊 你还我妈妈 你还我妈妈 你还我 我说齐亮啊 齐亮 我昨天是跟你怎么说的 让你要顾全大局 剑秋从小长这么大 我都没打过她 你可倒好 对她又吼又叫还动手 没有爸 你说当时她那样我就是 我就是推推了她 推了也不行 剑秋就是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 那也应该教育 何况她还说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你们应该好好地沟通嘛 我和你妈 喜欢你 向着你 千风百计地让剑秋 知道你的好 可你这么一闹 把我们所有的辛苦 把你十几年的付出 全闹没了 我说你咋一到这关键的时候 就犯魂呢你 你这样 你让剑秋 怎么能够死心塌地 跟你过日子呢 我错了 我错了 这夫妻吵架 从来就没有谁全对谁全错 我也没有说剑秋就全对 啊 可你是先动手 这就说和大天去 也没人同情你 这本来 想让你们俩好好地谈一谈 让你把剑秋的心呢 往后转一转 你这下可好 这不等于把它往外推吗 爸 等剑秋回来 我给他赔个不是 只要他能回心转意 还能把心思放在这个家上 我保证 我绝不会动他半个尺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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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你帮我请个假好吗 好嘞 马姐没问题 安妮您怎么了 没什么 你跟主任好好说 行 谢谢啊 那你好好休息啊 好 剑秋 是我 我在机场 郭庆 你走吧 我心里很乱 这段时间 我们暂时不要见面了 来 小王 你说把这个三号水泥打掉 换成四号的 损失真的有这么大吗 是的 还没有算上连锁的损失 知道了 那您看 以后啊一定要有四号 好的 好 对了 小王 你来一下 这事 一定要注意保密 去吧 这死丫头 怎么老关机啊 出去一天也不给个信 他早上离开家的样子 他 不会出事吧 他会不会在家受了委屈 又去找那个幸福的 我给三儿打个电话 爸 好 好 我知道了 行 先这样啊 喂 喂 吴总啊 我想问一下啊 建交是不是在你那儿 我不知道 我说吴总 你不知道谁知道啊 现在家里人到处都找不着他 我是你们家什么人啊 平时什么我就应该知道 喂 吴国庆是不是在赌气 有意不告诉咱们 那怎么办啊 我说江启亮 你这是长能耐了是不是 居然给多余妹妹动手 我早知你这脾气 我当初就不该吧 别说了 这建秋找不着 大家都急 不冷静的时候少说话 爸 我再去找找 要我说啊 找也白找了 要是小瑟儿他自己不想回来 找着了也没用 来 或者妈 别着急 来 你先坐 我再去找找啊 快去 别着急 明天 我们去见吴国庆 看他对一个老人怎么撒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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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解秋 不錯 准秋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今天才发现 当我不能回家的时候 就发现我既没有地方去 也没有一个能跟我说话的人 你可以来找我吗 今天想了很多 生活了这么多年 我好像 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 本来想不找了 就这样过吧 可我现在行了 我也许 不该再这样妥协下去了 靳秀 师父不走了 既然你不想回去 先到我那儿住下吧 我只想自己找个地方 能安静地待几天 我那儿没人打奖你 住多久都行 靳秀 要不 我有个朋友 他那儿有个房间空着 你在他那儿住几天好吗 好了别犹豫了 事后不走了 看着要下雨了 快走吧 我妈怎么还不回来啊 你看看看 夏郑大雨 你说小四他上哪儿去 他知道不知道家里人 他知道不知道家里人 谁会在这儿找到你没有 你吓 你怎么行的 你别拦我 你小四他再挫再糊涂 那是我闺女 我找他去 谁拦你了我也去 我也去 小外婆我也去 小玉你听话 你留在家里 你妈要来电话谁接啊 喂 孩子 那 那你们小心点啊 欺骗落叶大的小潮 用尽一分一秒 注视着你慢慢变老 却早已无力奔跑 没遇见 没遇见扬起的微笑 是爱是否明了 无处寻找 你曾温柔的怀抱 我只能 我只能 默默祈祷 我只能默默祈祷 你在这里 是我的唯一 真情为我 耗尽了自己 爱生过世间 爱生过世间 一年又一年 一年又一年 无尽的蔓延 没有终点 让风吹走 有愁 只守住思念 闭上眼 习惯了黑夜 是非再重变 张开手 只拥抱一切 只握住思念 难得光吹不醒 流淌着不知情